今天的話,因為是最後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大概總結一下 就是那個 所以每次上課的相關資料 我都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回去,假設今天最後一次上課 你們回去要複習的話 可以到論壇裡面可以看到 那個清單部分其實還蠻完整的 等於是說我們從第一次到今天的話 第14次上課 那每一次上課的這個影片 上課內容其實都會放在那個 就是YouTube上面 不過一樣,稍微提醒一下 這個資料並不會永遠存在 因為這個資料只是讓各位方便 方便複習 但是理論上應該至少會 三個月內應該不會異動 那三個月之後我就不確定 不敢保證 因為這個資源 其實主要是希望說 能夠上課同學回去 也許你前面大概也忘光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工作上 要應用的話 因為其實說真的這個東西非常好應用 那只是說你一定要學 學不只是學會 而且還要熟練度要夠 因為有些東西說真的 只要有一個地方卡住的話 後面其實基本上做不出來了 而且從頭要把它做到尾 那真的是不出錯其實還蠻困難的 那你如果只要有一個地方錯沒關係 你就把前面的影片 那我覺得我有保留蠻多東西 其實應該都足夠你複習的 包含就是影片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的雲端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資料 其實原詩嘛我也都把它放上來 比如說包含上個禮拜 講到的這個台股的那個 那個資訊加權的那個這個指數 那這邊當然 這也是之前講過啦 學生有提的 他每天都會看這個資料 然後他是希望說 能夠我來上這個題目 跟他講怎麼做 那這個題目當然之前如果練習的話 會用那個像Python來做啦 所以其實現在主流還是Python 可是我後來發現 你無論是用Python也好 或者用VBA也好 其實也都是把資料抓下來 但是Python現在的趨勢就是說 他可能抓下來之外還是會存以Sale 那你不如就直接 如果你的需求是在以Sale的話 那你倒不如你就乾脆怎麼樣 直接就是 那就用VBA就好了 另外的話很多的單位 尤其像那個銀行吧 還有一些公營的機構 那些公營就好像不能用那個Python 就是說他會有安裝軟體的限制 但是以Sale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以Sale的話基本上應該都 都有安裝吧 OK所以上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下載這一個 那當然這個網站裡面 有很多的細節啦 所以將來像這樣的一個網站 網路上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你必須要懂得去分析 像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啦 所以你要按右鍵去檢查 然後右邊的部分 不過我上禮拜把它放到下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Dug to right 這邊有三點把它移到這邊來 那你只要郵標移動的話 你可以看到標籤的位置也會跟著移動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那個網頁的資料爬下來的話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標籤 你一定要很熟悉 也就是你找到你要的標籤 然後標籤可能要分析它 那以表格來看 基本上就三個重要的單位 一個是table有沒有 第二個是tr tr是列 然後再來一個是th或td 有沒有像這個是th 那底下是td啦 那它其實以這一體來看 剛好上面都th 有沒有 那下面的話好像都td 下面這個也是th 所以它有兩列有沒有 是那個th 那下面這個tr的話 就是td了 所以以後的話可能大概就是你們 如果要抓一個表格 如果當然crivetable沒辦法抓的話 那4P你就必須要想說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可能就是 目前想到應該是 可能最簡單的吧 應該沒辦法更簡單 除非說有人幫你寫好了 所以現在如果說假設 應該有人幫你寫好 但是你可能還是要看懂 到底你要的資料 它到底在哪個位置 你可能還是要告訴它 不然的話還是沒辦法 像crivetable 你還是要跟它講說 你的那個表格是在這個網頁裡面 第幾個有沒有 你還是要 它有個參數叫webtable 你要跟它講在第幾個表格 它才有辦法幫你把那個表格給抓下來 其實它抓下來原理原則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抓table 然後裡面看tr 列 然後再抓它的儲存格 OK 所以這種應該都是固定的 將來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當成是一個固定的公式 所以特別至於table 然後tr tr底下的話可能是th h的話是head 也就是在上面的話 可能是藍位 head應該是藍位名稱 給th 像上個禮拜還有一題是在左邊 在左邊也有 就是那個中央氣象局抓氣溫的 好像是上面跟左邊都是th 然後裡面是td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那個規則給抓到 然後你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給抓回來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爬蟲的話 無論是VBA也好 或者是說你是Python也好 其實Python也是一樣 Python也是用兩個物件 一個是request 一個是beautiful ship 那其實做法跟這個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異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個學會 你再去學Python的爬蟲 你會覺得好親切喔 怎麼感覺好像都沒錯 其實就是網頁背後的原始碼的這種概念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就像那個 就是Python裡面是用那個 有一個模組叫request 裡面有get 它就是把原始碼抓下來 然後有一個叫beautiful ship 其實就是分析裡面的這個標籤 或者是除了標籤之外 也有類別啦 OK 其實也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說換個地方去執行 那我一直覺得說 那如果你假設你最後還是要存eSale 那你不如直接在eSale裡面做就好了 你幹嘛沒事 還要再裝一個那個 這個Python的環境 然後還要再特別做一些事情 然後還要再把它存成eSale OK 那這有點感覺好像繞了一圈的感覺 最後回到原點 OK 所以呢 之所以會開這個課啦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是教Python裡面的爬蟲 後來我想一想 欸我好像用VBA也OK 那不如就直接用VBA來做 所以其實這個課程喔 有點是怎麼講 等於是應該坊間比較少有這樣的東西啦 級別書籍裡面好像有提到爬蟲 那VBA的爬蟲好像不算是主流 OK 所以喔 我們很多的Sample其實都是 就是我自己想辦法齁 把那個Sample完成 然後把它做成講義之後呢 上課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你說我到底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這樣做啦 所以你說 我就是這幾招嘛 反正不外乎就分析 分析完之後呢 再利用那個VBA所提供的相關功能 你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啦齁 所以上個星期的話呢 重點大家回顧一下 第一個齁 所以我剛好提到啦齁 反正這個 這個資料都會存在 但是不敢保證永遠 大概至少三個月內應該都不會移動 所以你三個月內 如果假設你要把它存檔啊 或者是做備份齁 其實可能就想想 像雲端的部分的話呢 它應該可以把它怎麼下載吧 我印象中這個是可以把它直接下載的啦 OK 那你看看自己再備份一下齁 然後YouTube的話呢齁 應該也可以下載影片 有沒有 不過齁 我後來發現齁 最近我的那個頻道裡面 因為之前我上課說是有教同學 如何下載YouTube上面的影片 結果呢 居然 被YouTube給警告了 然後把我的影片給刪掉了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重點齁 我們來大家重點複習一下啦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 大概不外乎就是 剛剛有提到齁 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台灣股市的資料 這個表格給抓 一到四季 最後其實有一個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最後呢 再把這個資料齁 最後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工作簿喔 OK 所以最後呢 執行完畢之後齁 在桌面上面呢 我有開一個資料夾 就可以把一到四季的工作表 有沒有 可以把它批示的轉成工作簿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複習一下 我記得都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有啦 有沒有 而且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第一個step就是說 我們先下載01的 OK 意思說 我們大概下載的是一個TR 就是 先下載一個table 一個表格裡面的 一列一列的下載 然後呢 再把它分割 那分割部分的話 會牽涉到 其實分割比較麻煩 因為它不是全部都是TD 比較多是全部都是TD 但是有的是TH跟TD 所以 當然 如果有TH跟TD 那你勢必 就變成說你要做邏輯判斷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OK 如果你可以 把這個地方 可以過得了 的話 其實基本上應該就沒那麼困難了 所以第一段 第二段的話就是 再把TD給抓下來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抓 先抓那個TR 有沒有 先抓這個TR 抓完TR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抓什麼 抓那個所有的那個什麼 這個TD的部分 所以把它抓回來 然後 這個應該是整列抓了 再來就是去區分那個什麼TD的部分 在TR裡面呢 再去抓TD 那這裡面的話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抓回來 抓不到TH的話 那所以我底下有做個判斷 就是再去抓什麼抓TH 好像是這一段嘛 我記得 後來我好像補了這一段 就是如果 假設你找TD 沒找到的話 那你就換成找什麼 找TH OK 我覺得這樣寫比較簡單 我之前好像寫 寫一幅 有個Ls 不過我覺得那個寫法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你將來也可以 看看類似這樣的寫法 最後的話就是新增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的話就是Add 然後有什麼 把名稱改變有沒有 所以這兩行其實就是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那如果你假設 新增工作表 這個新增的方式 它會由右到左 所以第一季會在最右邊 第四季反而在最左邊 可是如果跟習慣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再加這個 就是Add後面呢 加一個這個敘述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希望第一季在最左邊 然後第四季在最右邊的話 那你可能要加這個Add的時候 要加一個參數名稱叫Apter Apter是說最後 你幫我加在後面 OK 然後呢在哪個後面呢 在這個哪一個呢 序的臉抗 序的臉抗就是 總共有幾個 如果一個的話 那就一 意思是說你幫我新增的時候 新增在這個第一個的右邊 意思是說就是在最右邊出現 那如果你有四個的話 那就是第五個 OK 然後呢這樣的寫法 它就會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順序 一到四季 就會幫你把它產生 最後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就是 批示把工作表 轉換成工作部的話 那就是這樣的寫法 其實裡面最關鍵的就是這個 這個啦 OK 這是利用什麼 工作部裡面的Safe Copy as 或者實際上你們也可以改啦 我上面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改Safe as也可以 Safe Copy as跟Safe as 好像兩個都可以 那最後把它關 就是 Copy的話 意思是說 我把原來的工作表 複製一個 獨立的一個工作部 OK 然後再把它存檔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行的意思 就是把工作部複製為一個工作表 OK 所以你看到這一行 看起來好像以為是複製 實際上它是什麼 它是複製為工作部的意思 OK 所以然後再把它存檔 最後把它關起來 最後複製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 是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雲端白板上面也都有 在我們的雲端白板的第幾個單元 這邊都有 第六個單元 OK 你們可以再把它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那個 下載那個 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OK 這個的話其實 難度就比較 上個禮拜其實 就只有把那個一個TR的資料 給抓下來 所以 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這個 就是 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叫 IE物件下載氣溫跟降雨量 這個範圍打開 那當然你首先會看到那個中央氣象局的連結 然後就這一個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說 它預設打開來 它是在氣溫 可是未來我是希望說 除了氣溫以外 比如說像這邊有所謂的降雨量好了 可是降雨量必須要切換 才能夠得到降雨量 那怎麼辦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抓氣溫 假設我練習 我們不要這麼貪心 我如果希望 把那個氣溫 裡面的這個表格 幫我抓下來 不過你會發現 那個表格還蠻妙的 它上面其實是 有一點是什麼 如果issail裡面應該叫什麼 洞結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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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不會動 下面會動 OK 那我們當然 我們希望說 反正我們抓 就是 這個是它欄位名稱 那底下的話 就是它的資料 可是它的資料 第一欄裡面是空的 所以這邊是空下來 然後這邊的話 就分別它的 這個有點像是兩個欄位 就是 應該怎麼講 上面是欄位名稱 然後呢 左邊的應該算是它的key OK 然後呢 如果我要分析的話 上個禮拜有提到 按右鍵 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 上面的話 它是放在th 所以這個都th 然後 淡水跟安部這個 按右鍵檢查 它也是th 但是其他都td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 歸納出一個規則 就是上面跟左邊 左邊這邊 都是th 中間的資料呢 就是td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寫一個程式 但是第一個 還是要把原始碼先抓下來 然後呢 先去裝它的table table好像只有一個 然後再把它tr抓下來 每一列抓下來 然後呢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資料 分開來 比較麻煩還是td跟th 所以上面是th 左邊也是th 裡面的話是td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分開來放 OK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講的呢 捲動那個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這個地方 上面有個捲軸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捲動 換別的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中央氣象局的網站 請各位稍微分析一下 先連到那個網站 先連到那個網站 去稍微看一下 主要是觀察它的th 它的什麼table tr 然後儲存格的話就分兩種 一種是td 一種是th 進去